紅鮮公牛比賽 哎呀 布袋戲《城隍廟殺人事件》 改編自日志時期 作家西川滿的同名小說 將首途上演 帶來緊湊懸疑的故事體驗 2023西村大稻辰 以LAMICCC為主軸 特別規劃25場戲取相關活動 串聯大稻辰15個特色老屋空間 帶來40場精彩體驗 今年我們的西村大稻辰 延續我們三年來 我們就在街區 在我們整個大稻辰 像是一個珍珠 我們就是落在我們所有的點上 那我們是把大稻辰的地區 當作一個後花園的概念 就是一個戲曲後花園 那我們這些盛開的花 就開在我們大稻辰的各地 我們有室內有戶外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場所 叫莊藝芳 那這邊現在是我們大稻辰 做爵士音樂一個 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場所 那其實以前大稻辰是一個港口城市 那港口城市就是接受西化 就是西來西方文化最直接跟最快速的地方 所以它的這個包容性很高 那我們也發現港口城市就是爵士樂很容易就進入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聽到爵士樂的聲音 那我們這次最特別就是我們把爵士樂跟南館做一個碰撞 那會插出什麼樣火花呢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楊秀卿老師因為就很可惜就是他已經不在這個 但是他教導了這些子弟兵 學生非常優秀 那這一次也是想要透過我們紀念楊秀卿老師的方式 然後他的學生來幫我們跟楊老師的聲音口白 跟我們的他一生的這個樂器來做一個時空交流 那的確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節目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布袋西算命喔 布袋西算命是這樣 因為布袋西如果給你看布袋西 大人小朋友可能會覺得說聽不懂台語 有一些人的興趣就會比較缺缺 所以我們就會特別設計在 把它放在那個旅館或者是啤酒館裡面 然後用算命的方式類似像算塔羅牌的方式 來幫觀眾做一個近距離的一個互動 那這個節目因為一推出就很受歡迎 所以我們今年就推出第三版 活動以多元的戲曲藝術串聯老屋空間與在地店家 打造出大稻埕特色的戲曲遊樂園 讓民眾感受穿越時空的戲曲魅力 大稻埕這個地方一直是台北市發展觀光的一個重點 因為它對於台北人來講是非常有情感的一個地方 那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景點 我想國內外的這些觀光客 他們也都來造訪這個地方 所以對觀光傳播機來講 這裡我們也有一個遊客中心在這邊 那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的觀光發展科對大稻埕這裡的一些觀光活動 都特別來支持 尤其像今天的戲村大稻埕 它其實就是在一個台北城隍廟 這個小海城隍廟這邊一個廟墟來辦理這樣的一個傳統戲曲的活動 那這個東西它總共有四十場 它同時在融合在地方上面 所以對於地方的這些文化的促進 這個跟傳統一些民俗的一些發展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想文化是觀光的底印 就是說有一個文化有一個故事的地方 是比較對於觀光客來講是比較吸引的 所以說我們非常的鼓勵 我們的地方有一些自發性的活動 底化街不但是台北第一街 我認為絕對是我們全國第一街 而且它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有各個協會 鄰居我們各地的力量 我想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那前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規模有些縮小 好不容易最近疫情解除了 然後連搭捷運都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所以我們希望從今年開始的四個活動 然後到一路上下去都可以很順利的進行 然後也拜託我們今天在場所有的媒體 還有好朋友 我們大家多邀一點朋友來 因為他們辛辛苦苦做了許多活動 最重要的是希望有更多人的參與 老房子應該有新用途 老房子它有很美的一個特色 尤其是台北市最多老房子 其實在我們大同區 它有它的歷史文化 還有它的過程 然後它還有它豐富的蘊涵 其實我們都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能夠知道我們大稻埕的歷史 能夠認識我們的老社區 我相信現在很多年輕朋友應該有的可能還沒有看過長中戲 類似像這樣布袋戲或者是歌仔戲 因為像我們大道城前面這邊有戲曲的博物館 然後也有戲曲的戲院 那現在我們有這樣子的一系列活動 甚至結合在地我們這些新創的店家 讓老社區注入新血 我覺得這是我們引進要讓更多的好朋友 不管是台北市的年輕朋友 或者是外縣市 甚至國際上很多的觀光客 能夠更認識我們的大同區 更認識台北的文化 2023戲村大稻埕自4月28號到5月7號 總共10天且橫跨兩個週末 今年特別推出平日夜間活動場次 廣邀大眾來看戲 更要來玩玩多元戲種 感受大稻埕的多元風貌 記者林喜慧 台北報導